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缘无故的奇迹 发脾气 那可能很多人也依然是处在了这样一个退休的时期 那看看怎么样来做能够更好的帮助您 调整自己身体和情绪上的一些反应呢 今天我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权威的专家 是来自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福德教授 欢迎杨教授 您好杨教授欢迎 您好杨教授您看刚才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提到了 退了休之后的确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觉得没事了 于是呢情绪上啊身体上就多多少少出现了反应 您说这正常吗 我说这是一种现象 主要是到了这样一个退休的年龄 很多人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 原来每天需要按时上下班 现在可以在家待着不用涂暖了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突然的变化 很多人心理上身体上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甚至会出现一些异常 这种现象我们叫退休综合针 我们需要关注它 而且需要想办法能够把它尽早地化解平衡好 咱不能说不把这个时期不当回事了 还得来重视这段时期 不然这要是发展到不太好的那个阶段 恐怕整个的家庭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咱们得来看看了 这要是现在您刚好也处在退休这段时期 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感觉的时候 您就应该格外要注意了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刚才提到一个新词叫退休综合针 那多表现为哪一种情绪呢 我们提到的是一些情绪上的改变 是爱发脾气 还是按字里会伤心 还是会发呆 来现场应该的观众 请表达一下 连续我不知道你父母有没有处在这个时期啊 我爸还差三年退休 我母亲是退了有三四年了吧 哎呦那不刚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对吗 刚才都没好意思说 说他退休那两年 就包括现在都算上 我有时候都一阵一阵不想跟家里住 你知道吧 怎么着呢 就没法沟通 有时候早上起来特别简单 因为我跟父母一起住嘛 嗯 那你头天 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八点钟钟起吧 因为他起得早 头天特好 给你做的那个面啊 早点什么的 嗯 你吃完了 到第二天立马换一人 做着做着面 咯当就给锅就给摔了 嗯 你起来给我做一顿早点 行不就开始了 阴晴不定的 真好蛮琢磨的 我刚才起退休的时候吧 总是睡不着觉 您发现就是您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就他们退了休之后 情绪上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他们不快乐 就是说很郁闷 要不然就想着孙子啊 要不然想着儿子 睡也不发达了 有什么挫折 他们从来不想想自己 我退休以后 除了那个睡觉不好 其他的 情绪上还可以 对 那咱们来看看 现场100位观众 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大家的选择是 哎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要么爱发脾气 要么呢是 案子里特别容易伤心 那我们看看啊 经常您出现哪一种情绪 应该要注意了 答案是 爱发脾气 我觉得这老妈出现的 就应该是这典型的 退休通过症的反应了 爱发脾气 是焦虑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一种反应 他为什么要发脾气 就是因为他原来每天 都有固定的内容可以做 现在他可能自己在家里面 不知道干什么好 而且一个人 其实相对充实一点 情绪会更加稳定 或者更加平静 越是没有事情做 越是不知道今天起来要干什么 这时候越会烦躁 越会难受 所以往往会有更多的抱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往往就他一个人呆着 已经别人都去忙活去了 都去上班去了 所以他感觉自己被冷望 觉得其他人都不太关注他 所以他也会发脾气 所以偶尔他会叫一种爆发 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这种 这种烦躁和不安 那么实际上其他两种情状 也可能会有 但是最常见的 还是发脾气 而且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观众 你们发现身边的朋友 或者当年自己在退休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就是刚退休的时候 说实话也很不适应 在家也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 情绪就是烦躁不安 就是这样都有 注意力不集中 这些情况都有 这都是焦虑的一些 比较典型的表现 比如说一般来说 刚才我们说发脾气 烦躁 紧张 这个都是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像注意力不集中 我们叫认知方面的一些 怎么看 就是他这个 很难集中注意力长时间 他容易分散 不像我们如果集中注意力 关注一件事情 至少可以持续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他是几分钟可能就需要转化 就不能长时间听你讲话 所以他喜欢来回走动 甚至于严重的时候 坐也不失战也不失 我们叫做你不安 另外他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症状 就是总是有一种 过分的担心 比如说他会担心什么事 刚才圣奶奶提到说 关心什么孙子 孩子的事 是这方面的事吗 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就盼着家园 上班的人 到底下班回来 上学的孩子 到底放学回来 假设他们稍微过点点 他就会担心 他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什么事 他们会不会有点麻烦 他就在家坐不住了 就开始在门口张望 这叫过分担心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今天交通 读一点就会晚一点 今天单位忙一点 就可能会晚回来一点 但是这样焦虑的人 他会过分担心 他没有根据 他就是这种 自己的 引发的这种担心 但刚才呢 我记得这个杨教授 也跟大家提到了 真的要是退了修之后 不光是情绪上 会发生改变 有的时候身体 也会跟随着一些问题 同样会出现 那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焦虑 引起最常见的身体反应是 是引起腹泻 耳鸣 还是视力模糊呢 来先详细大为观众 请表达意见 真的要焦虑的话 会引起身体 什么样的反应呢 腹泻 我觉得常有动就 不协调了 不协调了 对 那连续呢 好像就是视力不太 反正一般人家 五十多岁退休的年龄 老花眼就开始来了 是吧 我估计多多少 我跟焦虑可能也有点关系 神经这系统的 都有可能 耳鸣 都有可能 都是跟神经有关系的 我觉得拉肚子可能性不大 这玩意 它是不是差得远着呢 好 那我们看看大家 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情况 看看大家的选择师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都是耳鸣 或者是视力模糊 那真的要是退了休之后 身体出现哪些反应 也是在提示着您 处在不良的情绪当中了呢 等一下广告 让真佳来告诉你 无限期提示人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退休后的您 是不是经常莫名头痛头晕 就觉得挺无所事事的了 觉得回事哪都不舒服 今天不这疼 从哪疼 健康之路 邀请权威专家 为您的退休生活之招 敬请关注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再看看出现什么反应 就说明 您也处在这种焦虑情绪了呢 答案是 入屑 连续刚才你怎么说来着 离大佬远的对吧 离大佬远的 人家神经系统的 这是消化系统的 因为你说的这失地模糊 是指我们老年人 自然的一种退休变化 它跟这个退休综合征 跟焦虑关系不太大 那么腹瀉 它确实跟焦虑关系比较密切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只要情绪有变化 消化系统就会有变化 心情好的时候 你就多吃点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不想吃东西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你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可能这肠蠕动就停下来了 你就会腐胀 会难受 但为什么焦虑的时候 它会出现腐泻呢 因为焦虑是一个植物生经功能 稳乱的一种表现 这时候往往肠蠕动会增加 或者是肠蠕动会出现稳乱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所以它会表现腐泻 比较明显 说来就来 所以你看焦虑的人 有时候会一天上十几次 几十次厕所 都有可能 有时候没有 他也想上厕所 这就是焦虑的最常见的一个躯体反应 那我反过头来还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就身体反反复复总出现这一个毛病 查了好长时间也查不出问题的 就是退休以后的第三年 然后就头晕 晕得都不行 然后就在医院 还住了十五天的院 就查不出毛病 医生就跟我说 他对不起了 他说您这 哪都有一点点毛病 但是都不影响这头晕 我就回家了 所以就怎么莫名其妙的 怎么头晕 对 这算是焦虑吗 当然算焦虑 焦虑不仅仅是情绪上有问题 身体也会出问题 而且一个人在焦虑的时候 全身上下都可能会有预想 最常见的消化系统会有问题 吸血管系统会有问题 神经系统会有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最常见的 消化系统刚才说的腹泻是常见症状 也可能会出现腹胀 或者消化不良 都可以出现 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胃痛 这样一种表现 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就是头疼 头晕 所以焦虑烦躁的人 头也不舒服 难受 受不清的难受 另外就会出现心慌 憋气 这样一些情况也会出现 心理明显加快 既然焦虑能对人的身体 也影响这么大 那怎么区分哪个是心理疾病 哪个是真是身体上有病 您问这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有几个区分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相关检查 比如它毕竟腐泻了 你至少要做一个病常规 如果有条件 它做个常见检查 或者做个必烧检查 检查看看到底有没有气质性的毛病 有没有阳性发现 如果通过我们相关检查 没有找出任何客观的证据 那只能说明它是一种功能性的 是一种心理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区分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评估 比如说往往气质性的问题 胃真有毛病 心脏真有毛病 它一般不会缓解 它肯定是一个持续的症状 但如果是一个心理方面导致的这种症状 它往往是一种发作性的 或者至少是有波动性的 有时候好点有时候差点 所以这是第二点要区分 第三点就是只要是气质性的 它一般都会不治疗 永远会存在 但如果是心理性的 也许你自己调整调整 也许你这两天情绪好了 睡眠好了 它就缓解了 所以要从这几个方面去区分 它大概是气质性的 还是心理性的 刚才圣奶奶提到了 自己当时情绪上没什么变化 但退的时候之后 您把这身体有什么感觉吗 晚上睡眠不好 就是刚刚退休的时候老是睡不着 老是睡不着的话 我觉得这个跟我的心理焦虑有关系吗 退休之后失眠的人比较多 而且退休人群失眠的比例比较高 一个是就像您说的 退休之后生活都乱了 做些时间也乱了 有可能白天有时间就睡一觉 晚上就睡不好了 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退休之后出现了焦虑 加一种情绪反应 那么一个人在焦虑的时候 睡眠障碍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而且睡眠的全过程都可能有问题 我们一般把睡眠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刚上床这段时间 这个叫入睡阶段 睡着之后叫睡眠中间睡眠 最后早上快醒的时候叫末段睡眠 大概焦虑的人全过程都有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前面的入睡困难 就是刚开始上床之后 很长时间睡不着 我们正常人一般应该在15分钟 最长不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上床之后 一个小时以上你都睡不着 那你肯定存在入睡困难 存在睡眠障碍 所以我觉得首先真的是 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 得让大家意识到 情绪上包括身体上很多的一些反应 不是说真正得了某一项病 而是这种情绪带来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通过一些方法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我们让何博士先跟您说一说他的办法 有请何佳 好的 小心 那老年人要调节自己的情绪 就可以通过锻炼的方法 那么怎么样锻炼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回荣冠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赵欢 来交给大家 你好 赵老师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说这个调节情绪可以通过锻炼 但是是不是可能观众朋友就会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锻炼就一定要什么爬山啊 跑步啊 扭脖子 晃腰啊 是不是这些动作呢 应该说我有的时候在公园 或者看到自己的父母 开始想活动活动身体的时候 会非常大力地晃动脖子 或者很大力地晃动腰部 我其实心里好担心啊 毕竟年龄在这里 我们的骨骼啊 肌肉啊 并不那么灵活了 这样转圈的活动 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意外发生 而且还有像一些爬山啊 这些活动 经常进行的话 可能对膝盖如果受力不好 有一定的磨损 那关节的负载会特别的大 对 所以还是希望有一些 简单在家里随时能进行的运动 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 非常安全有效 那所以呢 赵老师赶快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吧 好的 第一步啊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会有很多紧张 对 尤其是焦虑情绪带来的一些紧绷感 所以第一步我们会希望通过一个自我按摩 很容易实现的 自我按摩 对 像这里我们有一块 好 砖 这其实也是一块瑜伽砖 但其实我们在家里找一块差不多厚度的书 或者一本字典都可以做到 我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按摩的区域在哪里 好 因为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好 要找准 明白 上面有一条线 我手指呢 轻轻画一下了 就是我们颅骨底端凹陷进去软软的地方 如果是中音上讲学位就是丰时丰腐 学这个水平线 就是这样 好 这一条线我们要用砖或者书籍的上缘放在这里 下缘呢自然对应在我们肩胛骨的上缘 这里的肌肉经常会有酸痛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要先躺一下对不对 对 好 来 我把砖放到这里 我现在已经感觉 我已经感觉我这个压力就能够压到这上面 我自己的重力都压上去 是的 来 扳曲膝盖 好 膝盖 来 弯曲 好的 把这个双手呢 抱肘 抱肘 对 尽可能大的交叉 然后让肘部垂直 往上放 这样子把我们的肩胛骨向后拨开 有更多的肌肉能得到按摩 明白了 对 当我把这个手啊 就抱起来再竖起来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现在我的背部啊 这些肌肉受压的力量更重一些 是的 对 下面呢用你的臀部双腿带动曲干 左右轻轻地晃动 对对 这样子整个两条肌肉 都会有非常好的按摩效果 这个和按摩师按摩的效果完全一样 之所以按摩这里啊 这是很多肌肉交汇点 我情不自禁的我想再动几下 感觉非常的舒服 有的时候我们有情绪啊 有的时候心里会很烦躁 通过这种按摩 能把这种疼痛释放出来 情绪也会跟着有所环境 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 然后一旦当我停止下来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感觉到 肩背部的这个肌肉啊 完全得到了放松 这是第一个肩背部的肌肉的 这个相当于一个按摩 接下来还有没有呢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呼吸练习了 呼吸练习啊 那这样我们这个也许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现在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呼吸练习 怎么样做呢 应该说越深沉的腹式呼吸 对我们身体的放松是越好的 同时腹式呼吸做好了呢 我们的消化系统 其实也会得到一个自然的调整 所以呢我现在啊 现在侧面演示一下 因为侧面看得会更清楚 那我现在要我面对您做好了 把双肩啊用力的向下沉 对然后让我们的两个肘部 像有皮筋被绑住一样靠近 把我们的拇指啊 再向中间靠拢一点 尽可能让它们相碰 这样能让我们的胸腔很开放 很舒展 肘部也向中间 这样首先是一个挺拔的胸货 挺拔 好然后呢膝盖松一点 脚摆正 差不多就是与肩同宽的这个位置啊 对 膝盖微弯 对膝盖微微的去一点点 这样腿的力量更充足 好我们呼吸练习啊 吸气的时候呢 骨盆也向后去 胸腔完全上提 微微的抬头 手部再加进 有一点把腹部充分的打开 肘部再向后 呼气收你的臀部吧 腰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弧度 腹部微微的向内收起 然后肩膀也收回来放松一下 把骨盘向前翻转的感觉 然后吸气再来一次啊 打开充分的打开 一定是有一点绝屁股的感觉啊 绝屁股 呼气这一回 臀部要收回来 尽可能的收 把呼气放在这里 就是这样 我们的腹部往回收 但是这个骨盆的感觉呢 宽步是往前送的 对 非常好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遍 好 咱们可以一起来试一遍 好 深深的吸气 充分打开胸腔 好 呼气收腹 向前带你的骨盆为骨 肩膀也松一下 吸气 充分的拉开身体 很有感觉 积极向上啊 呼气收回来 充分感觉下腹部 有凹陷进去的感觉 贴你的尾骨 好 这是第一步的练习了 第二步是一个强化式了 强化 对 保持刚才的姿势 把手臂呢垂直打开 看正面哦 完全垂直 然后把你的整个手掌向后推 这个像欧阳峰练的功夫 好 肘部向上抬一点点 五指张开 很有力量 放射出去 整个下半身的动作跟刚才完全一样 好 吸气 引导向上手臂再向后 呼气拱背低头 松一下肩膀 吸气 腹部拉开 胸口打开 微微向上 呼气收腹的力量 把记住收回来 放松 肩 我觉得赵老师真的是教得非常的好啊 只是简单的做了这么几下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这个心胸舒畅的感觉了 通过我们这一套非常简单的练习啊 就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座 让呼吸非常的饱满自然 这个状态啊 其实会让我们整个的心理状态上来说呢 更加积极向上 对 如果老年人经常说 哎呀这个腰酸背痛 那肯定就是心情也不好 通过这样一些锻炼呢 不但可以缓解这个腰背部的疲劳 同时呢 也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了 好 那么电视之前的老年观众朋友 不妨在家里呢 都多做一做啊 希望呢 也可以调节到自己的情绪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快乐乐 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 谢谢赵老师 好的 小季 好 谢谢两位 这样做完运动之后啊 估计您心情肯定好 那除了这个运动之外啊 咱们还要在节目当中的 继续给您推荐一些 哎 退了休之后 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依然能让您开心快乐起来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为了避免出现这个退休综合征 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更好呢 是应该找人去倾诉呢 还是培养爱好 还是应该重新来找一份工作 投入到社会当中 来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找人倾诉吧 嗯 因为我觉得做儿女的吧 这个父母如果出现那种退休 这个这种状态的时候 多跟他们沟通沟通 多倾听倾听 可能会给他们解解心宽 啊 就把不开心的 你首先要说出来 是吗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重新找工作 因为找人倾诉吧 就等于把自己的垃圾情绪 给了别人 这样不好 重新找工作 真好 就是说做自己理所能及的 我岁数已经大了 退休了 没有更多的能量 但是我找我自己喜欢的 那我就觉得很快乐 做到这样的事 那我们看看大家 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应该培养爱好 哪位观众选择的是 这个答案举手 示意我一下 我觉得退了休了 对没事干了 四个喜欢干嘛 再干嘛吧 其实这样就好 那你比如说喜欢干嘛呢 你想 你打算干嘛呢 就想玩玩 没有明确的一个事情吗 就一天逛着玩去 逛着玩去 逛着玩去 那我们看看专家会推荐 您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这个答案是 的确 大家选择真对啊 就是要培养的爱好 但你看了吗 杨教授 我们刚才63号观众说了 我爱干嘛干嘛 我闲玩去 具体该怎么做 这个培养爱好呢 所以我看完这个结果 我觉得非常好 至少大部分人 都选择了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来度过自己的退休 或者生活 确实 毕竟是退休了 再去找份工作 第一是不现实 第二是你的精力 体力可能也不允许 第三是孩子可能也不让 所以退休就是退休 找一件爱好去做 没有爱好 培养一件爱好去做 因为所谓的爱好 就是你喜欢 你喜欢你就有兴趣 你有兴趣 你怎么做都不会累 而且你愿意去做 这一点是非常现实 非常重要 但是同时 我觉得刚才几个 几个观众回答的问题 你会发现有个特点 都说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谁也说不出来 怎么干 具体干什么 所以最好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还要练一个计划呀 那一定要有计划 因为你退休还要好几十年 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没有一个每天都可以做的内容 那那个是一个纸上旁边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还真是有必要 因为你想六十岁退休 咱现在要是活到八九十岁的话 那还有二三十年呢 当然 那这样还真得列一份计划 这个计划的内容 总体来说 第一 最好是在快退休之前 就要考虑了 你别等到退休之后 还不知道干什么 一退下来 你看有的老朋友就跟我说 退完之后 我想好好睡几天 结果发现睡了几天之后 就无法再睡了 睡不着了 没事干了 没事干了 失眠了 所以一定在退休之前 就开始做计划 这提前 我再想问问大家了 这要是做这份计划的话 大家觉得 这得提前多长时间做呀 有个一年半 我瞧瞧什么 在那么长时间 一年半暂 为什么得那么长时间 你得考虑考虑 想干什么呀 八十号的观众 还是比较理性的 我们既然计划 那一定是一个过程 而且是首先要有思考 然后要有描绘 最后要落实在 具体的这个内容上 所以时间真的有可能要需要 一年左右的时间 还得那么长啊 因为一年时间不是说 你要写个计划出来 最重要的是 你要开始调整你的工作节奏 生活节奏了 除此之外的计划当中 还包括什么呀 一般来说 有几个内容需要考虑 第一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 你要有吧 你不能一退休之后 你这生活就乱了 就几天起几点睡都没火了 这个不行 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作息时间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你是每天画画 还是每天运动 还是每天去逛公园 第三就是自己要给每一天的执行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你今天第一是你归根的内容 做些时间有没有做 第二是做的质量怎么样 要有一个大概的评价 就落实了怎么样 是吗 最后就是你每天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可以跟别人共享 比如说你要是画画 你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跟人共享 如果别人一看也非常喜欢 甚至于你每天画的画 还可以赠送给别人 那么你的价值就会更大 这很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明天你肯定会接着画 甚至会画得更多 所以我想这都是具体计划内容重要的 不说实话 以前从来没有想到 说退休之前一年 咱就得开始做这退休计划了 那我得介意电视期前的观众 尤其是那个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 咱脑子里现在就得开始构想 想一想 这个计划咱们该怎么来做 刚想一想 我觉得肯定不够 为什么 因为往往很多人都是 都是思想比行动要快 但是行动总是跟不上 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 一定要有一个 就像学生上学那样一个 课程表示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会很明确地对应上去 有时候对自己第一是提醒 第二是自我约束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因为你想这时候没有任何人要求你 是自己在要求自己 如果你真停留在想法上 你要不想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 最好有一个写出来的计划 就会更有用 还得写出来这个计划 这要说到写计划 有多少人写过这退休计划呀 今天把这难题交给两位 咱要写这退休计划的话 刚才也提到几个方面 你看看咱得写上什么 怎么写这退休计划 我写早点了 您写晚点了 对 咱就大概齐吧 给大家一个这个模板 你建议大家看怎么做 对吧 我再提一下 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你从认识上 你怎么考虑 第二是从心态上 你怎么调整 第三是从行政上 你怎么具体去做 好 来 我们把几本拿起来 给教授看一下 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太难了 我的学难了 来 盛奶奶也拿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您这退休计划 您这没什么事干 盛奶奶退休计划上 就一行字 做自个喜欢的事 力所能及的事 连续这个好像写了挺多条 你拿来说说 不是 我这一个一天的工作 早上起来呢 趁这天好 我这喜欢顺友 以前喜欢 但最近这几年真忙了 真没工作 相机都搁那好长时间了 我打算退了休之后 把顿上捡起来 设计划就得早上一早一晚 所以早上起来先出门 跟我老伴 我们俩连玩旅游 带授养 授养 这授字不会写 我写一拼音 往后到中午了 就吃顿好的 在外面吃顿好的 是吧 往下午回家热了 那就回家练点书法 画画 为什么呢 你搞设计划得有钱 你得买工业年票什么的 这画要成名了 他卖个百分十是百分十的 就能赚点外货 甭管饭钱 然后呢 再吃顿好的 晚饭再吃顿好的 你也把吃顿好的都列为退休计划 说晚饭呢 打着麻将 因为专家 酱子不会写写 他就憋 专家说过这个打麻将 对老年人的锻炼思维有好处 稍打一点没关系 第六点呢 打完麻将之后 就是赢了呢 就再吃点 输了就睡觉 大家觉得他写的怎么样 大家觉得学系这个退休计划怎么样 我那些 好吗 挺好的 谁要要 二人我一定卖你们这创意啊 这根是攒钱了 我这 杨教授 您今儿连续和这个盛奶奶提到的这个退休计划 哪个比较好一点啊 因为刚才咱们说的是计划 计划一定要有内容 所以按照连续的这个计划 操作性强 对 他坚持一天 过得很充实 但是稍微吃得多一点了 可能又到来心里身体健康的问题 拿来胜奶奶这个呢 自我弹性比较大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但是这对于某些人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自我约束那比较差的人 就容易出问题了 可能就什么都不干了 所以还是希望能有一点具体内容 但是不要像连续这样 弄得太累 从早到晚别上班还忙活 这样不太好 就是节奏一定要放慢一点 因为你这个年年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身体的器官功能已经在走下坡落了 还是慢一点好 放松一点好 但是要有内容 咱就拿这个来说 对 您说把奶条去掉 或者再加上奶条 连续的退休计划就完美了 我觉得吃肯定是要减少 其他的呢就是摄影 书画 打麻将 这三个活动都比较适合老年人 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很容易掌握这几个东西 其实这也是培养一种新军爱好了是吗 像摄影啊 它就是变成爱好 但是这个时间要把握 比如说你这个摄影 你就不能从早上起来六点一直弄到九点钟 回来再吃早饭 这可能不行 画画因为你要站立 一般都要站着画 所以老年人也不允许你太长时间 所以这三个内容很好 但是每个内容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经历 或是否疲劳 来决定你从事的时间长长 这块咱最好再调整时间 比如说半小时到一小时 书画比如说我们写一小时 把时间也要标准上 打麻将更要确定时间 延续不能超过一到两小时 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我觉得这个吧 就每天其实都有事干了 但真要是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 身体出现反应或情绪有变化 到底有没有必要区域啊 如果你只是一些简单的情绪问题 睡眠有点问题 但又不是天天都这样 而且自己通过找到一些兴趣爱好 很快就缓解了 那当然不需要去医院 但是如果持续都存在焦虑 烦躁 难受 失明 这些症状 而且不能缓解 最好是去医院 对 那您要提到及时看的话 除了一个症状表现的轻重 另外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咯 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来看下一个问题 那退休综合征啊 持续多久 最好就去就医了呢 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呢 来宣传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点 我觉得三个月就应该去了 三个月有点草木皆兵了 我觉得半年 半年差不多 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 大多数观众觉得 半年或者是到了一年 这个时间一直持续 退休综合征的反应 就应该去就医了 那等一下广告上专家 来给您明确一下 这个时间性的问题 无限期提示人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身处空潮家庭 您是否常常感到 身躯疼痛 心情沮丧 不及时调整 可能会带来 关心病 癌症 神经自杀 健康之路 当年健康安详晚年 敬请收看 大家回来 您看刚才我们在 做调查的时候 很多观众提到说 哎呦我这退休三四年了 这情绪一直都不太好 甚至是十年了 还是身体有各种 各样的反应 那你有想过 要去看医生吗 咱们来看看 专家告诉您 其实这种状态 持续了 持续了三个月 就有必要去看医生了 刚才我听到 后面观众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好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那当然了 因为退休综合症 已经是一种毛病了 已经在情绪上 身体上 心理上 都有问题了 而且持续了三个月 都没有好 都没有缓解 那当然应该 尽早去看 而且三个月要没有好 基本上 自己调整的可能性 就比较小了 而且很容易 越来越重 甚至会会发展成 真正的焦虑症 所以凡事 都是越早越好 治疗 早期 如果能够尽早控制 尽快控制 往往跟育后 还有比较大的连续 也就是说 你早一点去看 看了之后 早一点好 我们优先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